新传媒苏巴鲁一掌定胜负比赛进入第四天之后 冠军终于产生 是的 来自泰国的选手笑到最后迎走轿车 但是成绩没有破纪录 比赛在傍晚六点多进入最后关头 只剩下来自越南和泰国的选手一决胜负 最终第五四三赛的41岁泰国选手西里鹏成为优胜者 以76小时55分5秒的成绩 开走价值76800元的轿车 这是外国参赛者第二次迎走轿车 本地参赛者54岁的玛丽娜 是耐上最长时间的新加坡选手 不过这次的成绩更好 同去年相比耐上了多一个小时 我将来到下期挑战 希望我可以赢 迈入第十八个年头的比赛 今年共吸引了来自九个海内外国家 和地区的400名参赛者 结束了 优优独播 lets